哦 从他的正式图来看 从左上角点一下 拉下来到这边 是不是有一条斜线 哦 有没有 从正式图来看 这是一个斜面嘛 他这样斜下来 看懂哦 哦 因为呢 这两笔都是有斜面的哦 好 所以从正式图来看啊 斜面对你而言 就是一条斜线 你看到他的边边了吗 再来 他有一个平台 他的从底下算上来啊 我刚量了一下是20 所以各位请注意看 好 我们从底下追踪上来 从他的下面这个 这个点先停个两三秒钟 再垂直往上拉 把方向拉出来 把追踪的方向拉出来之后 给他20 Enter一下 代表追踪20的距以上来 拉到我们的斜线的地方 求得一个焦点 好 求得一个焦点 要注意一下焦点 点一下 因为刚好正好是一半 好 各位 所以从正式图来看 他的就长这样子 跟你想的有没有一样 好 第41页的第一题 他的正式图应该长这样哦 好 那他的右侧视图应该长怎样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右侧视图 首先右侧视图 右边有一道墙 有一道完整的墙 那那道完整的墙啊 我量起来呢 厚度是10 10啊 ok到这里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左边这一片 就是那个大斜面 好 所以你从右侧视图看 左上角是缺了一块的 左上角是缺了一块 对不对 好 来 我们把那块画起来 好 你从正式图的这个平台地方 停个两三秒钟 水平拉过来 好 对到了这条线点一下 好 拉进来 它的平台的深度啊 13 enter一下以后啊 垂直拉上去 好 各位你看到了吗 把该修的把它修掉 所以右侧视图应该长这样 想到了吗 右侧视图要长这样 这是一个斜面 哦 这是个大斜面 左上角这边缺了一块 这边产生了一个平台 就是这个平台 好 所以右侧视图长这样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上视图 上视图 那上视图呢 我们就用 这条45度的辅助线 来帮助我们 来画一下 顺便 教各位一个新的指令 Z 各位请记得Z 如果你的滚轮啊 往前滚一格太大 那往后滚一格又太小 那我现在呢 干脆跟你讲一下 你可以微调 可以微调你的大小 来请注意看 打上Z 然后呢 连续按两下enter 你就可以做微调 怎么微调 滑鼠啊 放在画面的中央位置左右 按住往上 会慢慢的拉大 相反的按住左键 往下 就慢慢的缩小画面 拉远啊 不是缩小 慢慢拉远 用这种方式啊 可以去微调你的画面 所以你如果只是想缩小一点点 或者是只想放大一点点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了 按个键盘的ESC 就可以取消 就叫做Rune in Rune out 的一个即时的缩放 拉近拉远的即时缩放 好 笔记记一下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式图 我们啊 就利用这条45度的辅助线来 帮我们画起来 好 来我们画线 从我们的右侧式图的这个点 先停一下 停在这个点上 不要动 两三秒之后呢 再垂直拉上去 好 在这条鞋线上 球的一个焦点之后 点一下 对过来 从上式图看啊 这边有一面墙 在这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画出这个小平台了 来 请看 你呢 从这边 停个两三秒钟 对过来 好 在45路线上求的焦点之后呢 你一样就先拉过来 拉到底 等一下我们再做修剪 没关系 好继续 我们再画直线 我们再画直线 从底下的正式图 正式图的这个焦点处 因为它正好是终点了 你呢 直接放个两三秒钟以后 垂直拉上去 好 好 来 我们把该修的把它修一下 ER ENTER ENTER 把多的都修掉 好 同学 以上上式图就画好了 好 那你的上式图 有没有跟我们长的一样呢 好 想一下 这就是我们第41页的第一题 的三式图 第41页的第一题 它的三式图长这样 一时之间如果想不太清楚 你可以先画起来 先大概在旁边先 两一代用性图 回去啊 你再稍微的 再把它仔细的把它想清楚 它为什么长这样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开始做尺寸的标注 好 你要检查 确定是画对了 没有画错 确定图是正确的 图是正确的 尺寸标注才有意义 图是错的 你尺寸标注下去 那更完蛋 好 所以呢 一定要先检查 确定是对的 没错 不再确认的话 你可以请同学 过来帮你看一下 好 好 那如果ok了 我们这条四十五度的辅助线 可以把它删掉了 好 因为已经画完了嘛 我们只剩尺寸标注而已 在这里 造型 我们提到造型 同学造型 这三个视图里面 哪个可以表现出造型呢 右侧 对 很好 右侧视图可以表现出造型 再来 正视图 主要是看到这条斜线 你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斜面 所以呢 这一题 一样 就是把我们的尺寸标注 集中在正视图跟右侧视图 上视图啊 大概呢 就不会再用到尺寸标注了 所以上视图应该不会标到 把它拉上去 稍微的调开一点 好 那我们开始做尺寸标注 做尺寸标注的时候 记得先转到我们标注的图层 你这里转到标注的图层 各位你看一下 当你把这里切换到标注的图层以后 你到我们的注解的面板这边来 注解标签这边来 这里自然然就会变成绿色的 除非你要特地用的不一样 否则这边你不要去动它 使用目前的设定 你不用去动它 除非你要刻意的不同 否则基本上这边 我们建议各位不要去动它 你只要前面有改图层 这边自然就跟它前面一样 好 那我们开始了 第一个先标正式图 好 我们先标正式图 那正式图的话呢 我们呢 把我们的什么呢 造型把它标出来 好 譬如说 它的总宽 总高 我们直接把它标出来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 ok 那至于这个高度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平台 平台的造型 是在右侧视图展现出来的 所以呢 这边 各位呢 我们其他地方标在这里 还有同学 这一条千万不要标哈 请各位注意 这一条线千万不要去标 为什么 这一条线是自然形成的 什么叫自然形成的 各位知道吗 就是说我从这一点 画过来 画到斜线就停了 所以这条是自然然形成的 这样了解的话 这样这种自然然形成的线 你不要去标它 标出来反而怪怪的 所以这条啊 请各位记得不用去标 这条是自然形成的长度 它到斜线就停了 不是刻意的 是它到斜线就一定要停 所以这条的长度呢 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所以请注意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把重点移过来这里了 来 我们来标 第一个 标它的缺口的高度 那你如果你想 老师我可以把40标过来 可以啊 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整齐 你就把40标过来 没关系 可是呢 你这边既然标40了 这边你就要拿掉 我们说过 不要重复标注 好 你就标在右侧视图标 近 好 啊接下来 我们再来标这个缺口的宽度 好 然后继续的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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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一种的话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的话 如果说假设你用基线式标注的话 那就简单了 来你看 你可以 因为它有三层嘛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 先第一层用线性标注先做起来 接下来你就用我们的基线式标注 标一下这边 再标一下这边 有没有 好按两下Enter结束 你看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这边你就可以 因为它有到达三层的一个情况了 我就用基线式标注来标了 好了 标到这里 那各位 我们这一个 三四图的标注 就标完了 哦 就标完了 所以呢 你呢 检查一下 依它现在 依我所标这些尺寸 能不能把这个三四图画起来呢 可以 那代表我们的尺寸是足够的 ok 那我们接下来 哦 就先讲到这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再稍微的改一下 哦 他们的缝隙 哦 再稍微的调整一下 比如说不要隔太远 哦 哦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以上 这一题我们就画起来了 哦 那我们在这边提供各位做参考 好 好 时间的关系啊 第41页的 第41页的第四题 下一次来 下礼拜三来 我们再画给各位看哈 好